杂技演员的万圣节金皮茶话会来了 伴随还有紫卦茶话时间 戴在身上还一直往外倒热水呢 杂技表演用的球都变成了可可爱爱的小兔子 从出场动画其实就能看出紫卦特效的元素 每个兔子球弹跳都会留下类似纸牌的印记 游戏呢也是如此 三种球的特效只是换个颜色的区别 每个图案上都有一个大大的兔子脑袋 就是出场手里捏的这个 嘿嘿 可爱的小兔子软起来应该很有手感吧 银皮建模方面杂技变成了圆糊糊的脸蛋 乍一看和怕热的小兔子 脸上还有一些相似啊 身边有冒着绿色幽光的小蝙蝠环绕 就是有点太小了 不仔细都看不出来 万圣节的主题家具 会避灯 怪的南瓜塔和荒芜树灯 都是可以点亮发光的 和南瓜小灯虽然不会发光 但是也不小的哟 摆在家里特别有节热的纷繁 杂技帽子上的玫瑰和蝙蝠翅膀的南瓜领结 都全程散发着金色光芒 那大家觉得怎么样呢